的测试上 辽宁舰9月25号交接入列之后 很快就连续密集出航 进行了连续两次长时间海事 这次起降呢 我总的感觉就是舰载机一小步 中国海军一大步 意味着航空母舰平台改舰 获得了重大成功 第二呢就是舰载机飞行员的培训 获得了重大成功 另外呢就是舰载机 这种难度最高的航空平台 研制成功 同时我们还看到舰载机飞行员 和航母平台 在高效的运行过程中 也获得了重大成功 此次着舰成功 表明我们迈过一道重要的技术门槛 是否意味着我们的航母 具备了实际战斗力呢 专家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为现在进行的是技术训练 就是让舰载机和航空母舰 取得了这个协同的成功 但是能不能够在目标区域顺利地完成任务 只有今后把战术训练 把其他各种复杂条件下的训练 全部结合进来 才能够让它形成初始的作战能力 而且随着我们各个舰载机规模地扩大 随着各种飞行员 特别是能够在复杂条件下进行稳健的操作 这种飞行员数量的逐渐增多 才能说这条航空母舰具备了作战能力 这种飞行员数量的逐渐